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听姥姥说的 特别的有意思 讲的是我们那早年有一家人姓李 家里两个大人都外出打工了 留下姥姥老爷带着两个小孩 有一天李姥姥要去镇上赶集 他们那村子偏出行不便 要买的东西也多 这一去少说要个七八天 当时家里就剩下了老爷子和两个小孩 可没想到 第二天一大早李姥姥就回来了 两孩子一看就立刻围了上来 询问是不是忘带了什么 可李姥姥却如同没看见一样 板着个脸就进了屋 到了床上一躺 用被子蒙住了头 两个孩子叫他他也不回 李小花和弟弟李中平很懂事 只觉得是姥姥累了 他们乖乖的退了出去 在外面安安静静的玩 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 外出务农的老爷回来了 他见李姥姥在家也很奇怪 问他也不答话 老爷正纳闷了 突然想到孩子们还饿着呢 就先生火做了饭 这饭做好后李姥姥也不起来吃 也不吭声 就蒙着头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那个时候没什么娱乐 吃了饭一家人早早的就睡下了 靠着到夜里 李小花突然听到一阵 嘎吱嘎吱的声音 是姥姥房里传出来的 他起身过去一看 姥姥背对着自己 正在吃着什么 嚼得很香 小花忍不住就问 姥姥你在吃什么 李姥姥说自己在吃胡豆 小花想要来一点 但姥姥却说 胡豆太硬 小孩子牙口不好 吃不了 就没给他 那一整晚 李姥姥都在吃 不停的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第二天一早 姥爷醒了一看 李中平不见了 就问姥姥孩子拿去了 李姥姥说被孩子的大姨 截去玩几天 这大姨家也有个小男孩 跟李中平两个人经常玩 所以也常来接孩子过去 姥爷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 他让李姥姥一块起来下地 李姥姥也不起 说是肚子不舒服 姥爷问他要不要抓些药 他也拒绝了 说自己躺躺就好了 姥爷也不再坚持 就一个人下地去了 留下了小花一个人在家玩 可这玩着玩着 小花突然听见门嘰咖一声 他回头一看 李姥姥在门缝里瞪着自己 眼睛里冒着幽幽的绿光 嘴角还不停地流着口水 像是在看什么好吃的一样 小花有些害怕 面前这个人 似乎不像是自己的姥姥 就在这个时候 姥爷回来了 手上 拿着跟种地用的锄头 小花刚准备跟姥爷说 姥姥的不对劲 就被捂住了嘴 姥爷叫他安静 找个地方躲起来 然后自己举的锄头就进了屋 屋里的李姥姥还跟早上那样 用被子盖住了自己 见姥爷过来 他就问了句 怎么回来了 但姥爷没理他 举起扒子 对着脑袋 用力地挥了下去 砰的一下 渗出来很多血 被子里没了动静 但姥爷不放心 又补了几棍子 之后掀开被子 虽然早有准备 但姥爷还是被吓了一跳 里面的根本不是李姥姥 是一只浑身黑毛的熊 旁边还有一些零碎的骨头 以及李宗品的衣服 至于姥爷是怎么知道的 还得从他早上下地说起 干了一会儿后 他想起了自己的老伴 再躺了两天了 想必是疼得实在受不了 这才连饭都吃不下 于是姥爷决定 上山去采些草药 可刚上山没多久 就看到很多乌鸦聚在一起 乌鸦石斧 估计是有什么野兽死了 姥爷想过去看看 顺便埋一下 可刚穿过树林 他就看到地上趴着一个老太太 连已经被刮花看不清 可这衣服不认识自家老伴吗 那昨晚在家的又是谁 这一下 姥爷全想明白了 一路小跑的回了家 这如果不是发现得早 恐怕一家人 都是要落入这怪物的口中了 这故事吓得我小时候 经常会怀疑 眼前这个姥姥是不是怪物变的 但后来长大之后 我发现了 这故事好像 是国内版的小红帽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